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来到第四集 今天介绍大家一些难度小小的动作 就是上钢管 然后倒立一个upside down 在upside down之前 为求一个美感 其实我们会做一个开V的动作 V就是脚开V 是把两只脚拉大 然后再夹上钢管 我教大家如何上钢管 手法和哪里用力 首先就是一只手握着这只钢管的近眼位置 然后这个是握在上面 右手下 左手上 然后大腿其实是钢管的前面 这里会有力 腰那里是可以放到钢管 感觉到它可以靠它的力 将脚然后升起 这样的 然后升起的时候 下面的位置是贴到钢管 就可以打开V字 好像这样 打开V字 其实这个位置已经贴钢管 一个很漂亮的V 记得胸脚 然后我们上upside down的时候 一只脚前一只脚后 夹住钢管 然后感觉很实 感觉很实 可以放手 这个upside down 如何下来呢 我就教大家 其实双手 放在看到地的地方 可以有力地慢慢摔下来 其实这个upside down 也可以再开一个V 也可以 不开不开的话 就慢慢地下来 是不是有点点难度性呢 如果再想学难一点的话 就密切留意第五集 因为第五集 就是在上面的钢管 倒转了之后 还会教大家玩一些脚的花式 好吗